欢迎收看小战新闻 两年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这台飞机在空中失去的联络 怎么会说一个大台的飞机还有两百 两百多个人完全都无声无息呢 有人说被幽浮抓走了 有人说被黑洞吸走了 有人说飞着飞着飞到不同的次元去了 不过来看到现在已经接近两年这个时间 当中有个专家说他透过这个Google Map 发现到海底底下有阴影 他认为这个阴影就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这个飞机的残骸 不过另外也有人说在东北的沙滩当中 他发现了飞机的残骸 我们要问都是真的吗 还有两年了飞机到哪里去呢 今天多位来宾国际行政人员欢迎赖岳前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老师李祺岳 主持人好大家好 居心好官网站总编是校尾 网友好大家好 我是观众者余远轩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认为观众佳佳 欢迎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我们带你看到疑似找到了飞机的残骸 马航MH370航班在2014年3月8月起飞后消失 即将满两年之际似乎又出现新线索 美国官员证实 在非洲墨三碧克海边所发现的飞机残骸 与马航MH370同属波音777型客机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这一片被冲上岸的飞机残骸 很可能属于飞机右侧尾部的水平混定器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也在推特发文中提到 残骸不判定属于波音777客机 并表示马来西亚将与澳洲合作 去回残骸进行分析 目前最接近马航的线索 就是去年7月在法蜀流泥旺岛所发现的残骸 这片残骸已确认属于波音777客机 而这回发现残骸的莫三碧克 就与流泥旺一样都位在北周董明侧 好 这台飞机其实两年前我们就曾经讨论过 那么校伟哥说其实揣测的方法非常的多 众说纷纭啊 就是这个残骸真的是确定是它的残骸吗 对 那之前我们其实讲到 在流泥旺岛去年的夏天的时候 有发现到那个首片MH370的碎片 然后基本上来讲是它飞机上面 两片左右的一个金负翼 你看它那时候它飞机来说金负翼 大概在这边这个地方 叫Aeron的一个位置 高连结地方 对 它其实等于是控制飞机 就是它可以当作负翼来做 也可以当作金翼 等于是一个片双用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这种金翼 金负翼跟负翼 有三种不同功能的这种辅助控制翼面 那当然说马航这个飞机 从前年的三月对不对 起飞之后就就此不见去 刚好两年 对 已经快两年了 那你说这个飞机到底掉在哪里 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到 那个各种有关于残骸的这个讯息 从各地就是芬然的这个跑出来 然后你说这个今天有说在流泥旺岛 发现了去年7月那个是确定的 现在又说在墨山比克附近也发现了 甚至后面我们待会跟各位介绍 还有人说他在那个看Google地图 海底在好望角附近的海滩底下 好望角那边在深海里面 好望角是非洲的最南边 那我们知道因为当时以那个马航MH370来说 他从吉东坡起飞以后 先往北边飞照固定的航线 飞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 对不对 然后突然那个突然就飞机不但爬高 而且开始转向 而且是转向那个朝向飞机的那个西南 那个原本航道那个西南方向你看 他那个时候朝向西南方向 而且他在那个朝向西南之前 飞机还爬升到四万三千四万四千 你有时候把飞的速度还有航线有点怪 对不对 非常怪 而且那时候我们看他其实那个操控飞机的 一定是一个合格的民航机机师 因为他本身对这个飞机的航路等等 他可以说非常了解 他起飞以后 然后他到那个地方做转折 而且转折是朝都一直等于说 他在飞机最后地面雷达失去追踪的终极前 一路压着国际民航航线在飞 就他一直是飞在国际民航航线上面 然后他而且他其实最让人觉得诡异的是 他那个从他宣布 就是说要那个从开始折返的时候 对不对 他从原本的那高度大概三万六千英尺左右 一口气爬到四万三千四万五千英尺 对 那个时候其实说真的 我们那时候就跟民航机师讨论说 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可能把上面乘客通通都搞死了 为什么就是他只要飞到四万五千英尺 他仓压那个把它放掉 仓压一放掉对不对 然后里面人就呈现这个施压跟施压状态 虽然那个时候飞机前面 他每个人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他那个影片不告诉你 客舱施压 氧气面杂会掉下来 你把氧气面杂照照上去 不用担心 但是那个影片没有告诉你的事 那个氧气大概只能供应十五分钟 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机师 他把飞机飞到那个高度 然后他把仓压放掉 然后告诉各位说好我们现在回去降低高度了 但是他把飞机维持在四万五千英尺的高空的话 那对不起后面人十五分钟对不对 所有坐舱里面十五分钟就通通因为缺氧 就缺氧而死了 然后但是机舱也就是前舱里面的那个飞行组员 他们的氧气面杂是可以维持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他在经过大概半个小时或四十几分钟 甚至他还出去寻一面确定 所有人都放倒以后 他再回到架子上把高度降低下去 其实都完全符合他那整个飞行轨机 你有说过是人为的因素之前有提过 对就一定百分之百确定 那个事情一定是跟人为有关 为什么因为从那以后 然后再加上又发生之后又发生一件什么事 不过德国汉商航空子公司 不是他驾那个A320去撞山那一次嘛 从那以后对不对 现在国际民航组织啊 甚至各个航空公司都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规定 就是你现在前舱 就是我们讲的架子上面 一定要同时有两个人在里面 也就是说不能再发生那种 一个我要去上厕所啊 然后我出去啦 然后留一个人在里面 被小屎或睡着之类的 对你要任何一个人要干嘛 那你怎么办啊 所以当时你看 他飞机不见了以后 他基本上是来说整个从 就是飞往安达曼海 安达曼海在这个地方 在雷达的这个航机图上就失踪了 失踪是什么呢 是你所有的那种陆基雷达 能够探群的这个距离都找不到 然后之后他就可能是往印度洋深处飞过去 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飞机上 他把所有能关的 包括像卫星电话什么对外联系 就掉下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飞机上 因为他的那个飞机上有一些系统 还是要透过就是那个卫星 传递一些那个运作的资讯回去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国际海事 那个卫星 Emasay有在这边有抓到 他的一连串的这个航机 所以当时有个新闻就说 他当时飞机如果不是在澳洲外海 就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内陆 为什么 因为Emasay他本身是一颗卫星 他没有办法做三角定位 所以他就变成他可能抓到 两个方向的这个角度 一个是在这里一个在那边 然后最后确定应该是在这里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还有印象 就马上朝澳洲的西部海面 发动了非常大的洋流又卷 对对对 然后终于经过了一年多 在那个去年的7月 发现了这个MH370 一片金肤液 确定了也是他 然后现在又说 在那个墨山比克外海 也有可能发现了一片残骸 就是最新的一个残骸 这三天前的嘛 对然后发现一片 它可能是一个尾翼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介绍 有一个这个曾经在这个美国空军服役的一个人 他说他住在台湾 然后他说他在看Google地图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在好望角附近 你看这好望角外面的这个海岸 海望角 然后这个底下 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个飞机 这样一台 对这是一台飞机 而且因为他其实也可以按照比例词去算 他会发现这个底下这个非常大 的确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飞机 但是说真的这个可能性高不高呢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它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因为从前面我们刚刚看到 它已经找回了一片金服役 也就是说当时马航370这个飞机 在油料用尽然后坠海的时候 它发生什么事应该整架飞机 它是用可能是用在落水的时候 它大部分的残骸很快的就沉入海中 而且飞机也已经发生了解体的状况 你看像现在他现在好望角这个地方 那个所发现这个飞机 大体来讲你从这个地头上面来看 好像还蛮完整的 对不对 有一个飞机的形状 如果你飞机在那个从空中坠入水面 然后跟水面相撞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以现在的这种喷射客机 虽然即便是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 也不太可能维持完整的一架飞机 各位如果有印象 大概在1996年的时候 曾经有个恐怖分子挟持了 那个伊索比亚航空的这个飞机 后来不是掉到海里面去 那飞机在燃料又近 然后飞机也没有办法控制方向 然后最后掉到海里面之后 整架飞机你看那么低的速度 都断成了三大截 那你说这样一个完整飞机可能出现吗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是更致命性的 怎么说呢 它这个地方 发现它看到这个仪式影像这个地方 它其实最大的距离 已经有一万多公里了 也就是说马航370这个飞机 它当时那架飞机 即便就是 它除了给了它去北京的游料 又按照它当时在地面上 后来有透露一些讯息 机长有额外要求一些油料 因为它说 这个北京机场可能天气不好 我去的时候可能要多绕几圈 所以它额外要了一些油料 那些油通通烧完以后 它离这个湿湿的地点 至少还有大概五六百公里远 没有油飞到这个地方来 对 没有错 而且基本上来说 这样也就跟当时 Imaset上面所抓到 卫星上传的这个讯号 对不对 的位置 也相距过远 至于你说 未来马航370的残骸 还会不会有可能一点一点的 这个出现在整个非洲 或甚至有一天 随着这整个印度洋的 这个环状的这个洋流 飘到澳洲 或甚至飘回马来西亚 都有可能 这个飞机上面 两百多个人 应该两年的时间过了 都是凶多吉少了 不过你知道吗 这实际上真的是有奇迹的 我们带来还原另外一场空难 这个空难飞机是掉下来 不过就有人 透过当时也许是很残忍的方式 他像自己成功活了下来 是1972年的时候 一群大学生 他们都是感染球队队员 要从乌拉圭飞到智利 再转机飞美国 参加美国大学的感染球赛 结果因为当时大雪 飞机上面 其实完全看不清楚状况 所以驾驶员跟塔台要求说 我可不可以由目视测量法 也就是我用我现在飞机的速度 来算我大概多久 可以穿过安地斯山脉 但问题在一般正常的天后状况下 这方法是正确的 可是当天有很强大的逆风 因为这样子的逆风 所以导致他算速度跟距离的时候 算错了 不够精确 整个在转弯的时候 以为自己已经过安地斯山脉 结果没过 哄的一声就撞上 4200多公尺飙高的 安地斯山脉的 这个里面的这个山崩 然后一路撞上去 他们运气其实还蛮好的 竟然迫降成功 也就没有摔成碎片 所以当时还有 将近20几位的乘客 活了下来 真实的故事 对 这是完全真实的 而且一开始坠机的时候 就像画面上看到了 其实状况没有想象中差 也就是你机舱的行李还在 那我们之前讲过 机舱还有什么红酒啊 零食都还有 机舱上称完整 可是麻烦地方 这地方好冷 温度可以到零下30度 天哪 零下30度怎么活人啊 但他们就勉强活啊 比如说晚上就是面对面睡觉 怕冷死我的暖气 呼到你的身上 求生欲治耶 然后用所有你能找到纤维 把自己包起来 更惨的是 他们其实还找到了一台电晶体收音机 Radio 对 所以所有人都围那个收音机一直在听 想说 一定会赶快来救我们的 一定可以的 他们甚至把行李箱拿出来 摆了一个SOS的形状 希望天空看得到 希望飞过去搜救看得到 每次积雪覆盖还要把它打掉 然后他们还想说 这可能太白了 整个都是积雪看不到 爬到飞机顶上想要拿唇膏来写SOS 哇 结果唇膏不够 因为太大片了嘛 对 那到第八天我们刚刚讲 第八天的时候那个绝望程度 你没办法想象的是 他们亲耳听到政府说 我们放弃搜救 亲耳听到真的有Radio 对 那就政府在广播里面讲说 哎呀这一次我们找不到这些人 可能只能假设这些年轻人死掉了 于是他们就决定 把所有剩下的粮食重新配给 牛皮的这个行李箱撕下来 然后鸡汤里面 所有可以吃的纤维都拿来吃 但到最后还是不够 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的 其他食物植物都没有 你说还有二十几个人 对不对 那最后 但是其实二十几个人 里面大概第二天 第三天雪崩就杀掉八个人 剩下十几个人 最后怎么办 怎么办 你没有东西吃了 八天之后就忘了 你最多只有血 而且政府还说 我停止搜救了 最后别无选择 而且那么冷 没有东西可以吃啊 他们只好开始吃尸体 吃人肉 一开始还据他们说 先吃驾驶 因为他们自己都是队友 吃死掉的人 不舍得吃朋友 驾驶是活的 把他杀了这样 没有 驾驶当时就摔死了 那他们找到尸体 想说所有人里面 我们最不认识就他 没办法只得他啦 只好吃他 但吃到后来 他们彼此还立下一个誓约 如果先死了 你吃我没关系 我不会谴责你 我不会怪你 也都简直是生的 对 但是还是被困在那边 就算吃肉 人肉你还被困在那边 还有十六个 他们里面有两个 身体特别健壮的人 大概就十九岁 二十岁 下一个决定 我们把这边的人肉做成干粮 我们要跋涉离开这个山区 走去找人帮忙 你知道这整个救援的时间 包含他们终于决定要背着背包 带着人肉干粮走出去 整个拖了七十二天 也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奇迹 这些人能够获救 本身非常非常的难得 可是问题是离开之后 他们本来想说被救出去 我们互相约定一下 不要跟人家讲我们吃人肉 可是有人受不了内心的谴责 只好说出来 最后这一群 本来该是英雄的人 被人家骂成食人魔 为了要活下来 这样做有错吗 可是在道德上 人家就会讲说 你已经吃过人肉了 你跟我们已经不是同样的人了 可是他已经死了 我只好为了自己求生存 是 所以这个就已经进到道德争议 如果现在他是活的 把他杀了 那大家就不行 那他们吃的都是死人肉 可是问题是吃朋友的肉 这个还是很有争议 我要活下来没办法 对 所以当时Fernando跟Rabeto 他们走出去找到牧羊人 把朋友都救了之后 确实拍成电影 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可能也有人受伤 被救出来的人讲说 为什么出卖我们的故事 我们已经很悲哀了 他们内心的伤痛 直到2012年 终于把那一场缺席 没办法打的橄榄球比赛打完之后 现场所有的选手痛哭失声 才勉强度过了 这一场发生在40余年前的这场噩梦 另外也是我要活下去 我们说活下去的话 穿防弹背心嘛 博取恩告诉我们说 除了防弹背心之外 这个不够看哦 还有防弹面罩 台湾有吗 台湾有 我们以前梁山特勤队 有一次参加国庆阅兵的时候 每个人都戴这种面罩 就像这样子啊 看起来很像杰森 这个你在电里面 看到那个恐怖片的男主角 传到国外去 国外的网友吓死了 他说台湾怎么有 那么像复制人的部队 黑黑的一片 因为这是用我们防弹背心的 类似材质 就同样材质 Catheter来做的 而且非常的坚硬 所以它的重量比 防弹背心比起来 相对比较重 层面比较厚 比它更重又更厚 所以你实际上 拿实际的武器来设计 9毫米 90厘米 9mm 是一般执法人员常用的 你看你已经描得很准了 打到了防弹背心的眼眶边缘 但没有打穿 除非打到眼睛 但你真要描那么准 那表示你狙击手 你太厉害了 点40口径 当初是给特勤人员用的 可是后来他们想说 9厘米比较好补充 所以就放弃了 它也快要把它打穿 但是纤维已经外露 点40magnum 这已经是非常大后坐立的枪了 其实一般人还不一定拿得动 但即使是点40magnum 你也只能削掉 鼻梁附近的那个材质 实际上还是没打穿 它有办法呼吸吗 但这个时候压力就在于 防弹面道可以保你的命 但不能保你底下完全没有撞伤 或者是呼吸困窘的状况 因为那么硬对不对 你一打到说不定整个骨头就脆了 但是你命还是保下来了 没办法啦 最后所以他们出动了点50口径 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用手驾驭的 点50左轮枪 要这样尝试啊 对 那用到这种枪 然后你看它实际的测试 当然第一个要瞄准 本身也有点困难 这后座力实在太大 你注意它的后座力 你看它枪管多强 整个面都掀起来啊 所以这个包含它的动能 包含它的这个击穿力 它确实打穿了这一个防弹面罩 Cavler所做的 那所以我们只能讲说 戴防弹面罩真的有用 不但有威吓力 而且只有点50口径的左轮直击 才会被打穿 因为这个材质其实比刚强五倍 而且密度只有五分之一 所以相对来讲又轻又好 还是目前防弹的最佳选择 联合国案理会对北朝鲜 激出了20年来最严重的 这个经济制裁 不过我们来看到 经济人除了呛行他说 我随时导弹之外 这次他又说了 他说核弹准备好 马上要发射 联合国的制裁案采钢通过 北朝鲜的反弹抗议就不断升级 即3号上午朝东海发射数枚疑似短程导弹后 平壤当局的挑衅举动再添一桩 根据北朝鲜官媒朝中社4号的报导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视察军方演习时直接下令 必须将保卫国家二部署的核子弹头随时准备好 已在必要时快速发射 之后也将把应对敌人的军事态势 全部转变成嫌发制人 上个月底金正恩曾亲自视察反坦克等新型武器的演练 并指示要迅速部署这类能打击南韩军事目标的武器系统 不但军事动作从未间断 今年初还进行两次试射 时的联合国启动强力制裁回应 对此气急败坏的平壤当局 也进一步做出核武备战的宣言 说真的金正恩每一天都有新的举动 之前不是射了六个这个飞弹过去吗 接下来他说他决定要射核弹了 那老师北朝鲜真的有核弹吗 目前这个是情报就变得很重要了 到底有没有 核弹有 核弹有 确定有 核弹有 但是他的核弹小型化是不是成功 目前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 那他可以说我大型核弹就直接炸来也没关系 你大型的核弹你要能够把它送到对方的土地上去 你要把它送 假设我要打南韩打日本打美国 送得过去 也就是说如果你越小的话 就越小而威力是一样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打得越远 那如果你越大威力一样 那你基本上就打不到越远 那很有可能你 那你就要考虑你怎么把它送出去 那你送出去 你的推进器就是我们讲的载具 载具你可能也可以用飞机 那你也可以用导弹 但是你的载具是不是要越大 可是你却头不远 因为他的弹头太大太重 你推不上去 或是说推的飞的很慢 然后或是推的那个没办法很远 所以他这样的效果就会有限 第一个他核弹头应该是有 这是比较可靠的资料 说是应该有 但是他小型化有没有成功 这目前是一个大温号 所以美国像他说你不敢射 你射不出去 美国人是认为说你应该还没有小型化 但是美国人后面还有但说 美国人说你不要再挑衅了 那意思也就是说我判断你没有 我判断你没有 但是如果万一他有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了 所以这个已经有个风险在里面 那么第二个呢 你敢不敢打又是一个问题了 那如果他敢打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如果他有而且也小型化 而不敢打 那就可能还好 那这个还好 因为过去以来他常常说 我要让首尔成为一片火海 然后你如果对我怎么样 前段时间不是两个心脏 喊话得很紧张的时候 他说我要对你发动一个 惩罚性的恐怖攻击等等 那如果你只是做这样一个动作 做这样一个姿态 那么这样也好 那如果彼此之间都演一场戏 也就是说你也摆出你的足够的姿态 然后美国跟韩国的军演 也按照如期的五十天 那么但是不要去挑衅朝鲜的情况下 也把它演完 彼此之间都演完一场戏 相安如是 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 最怕假戏真言 对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就是说 大家都演完一场戏 然后平安落幕 那我们日子继续过 可是问你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制裁 真的有在动对不对 已经有在动了 因为这个在动了 对朝鲜来讲 他已经会有点痛了 他有痛了 所以你看他在几个小时内 发射这个短程的导弹 其实他就是告诉你说 我有这个能力 随时可以进行攻击 第二个呢 金正恩故意的 透过他的朝中社 对外发表说 他已经下达命令 要朝鲜的部队 随时准备好接到命令 那我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已经部署完的导弹 要随时可以发射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要采用的是 核战略的先发制人的核战略 也就是我的核战略 我是先发制人 我并不是你攻击我以后 我才用核弹 而是你还没有攻击我 我就要打算用核弹 所以我才会说 情报就变得很重要 情报如果证实它有核弹 但是没有办法送出去 那你相对安全 可是它如果有核弹 而能够送出去 而它有抑制要做的话 那就当然就不安全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美国的两栖登陆舰 跟两栖登陆攻击舰 都已经到了韩国 在釜山准备要开始展开演习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 美国跟韩国 如期的要举行军演 那朝鲜也没有因为这个制裁 他就退缩 或是说我愿意和谈 然后他继续进行挑衅的动作 那主要的还是因为 这个制裁 虽然我们昨天 我跟各位介绍 制裁里面 可是他还有一些 会让他们很痛的一个制裁 其实美韩军演 就像刚才赖老师所说的 已经开始 准备要开始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很多攻击舰 也进去到南韩去了 我们要问 以前我们都说 应该进驻的是航空母舰 可是这次进驻的竟然是攻击舰 航空母舰来 跟攻击舰来 他的意义跟目的 或者他真正的想法 差别在哪里 好 当然首先我们先讲到 这次他的确美军派出了 这个两栖战斗群 就是驻扎在佐斯堡的 两栖战斗群 包含了那个好人理查号 这艘那个两栖攻击舰 你可以看 他的外观基本上 跟一艘航空母舰很像嘛 对啊 因为好多飞机 上面这么多飞机 你看前面是MV-22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 海鹰直升机 然后有H-1W 然后这边还有重型的CH-53 这边还有AV-8B的 那个短场具体起飞的攻击机 那旁边的是Ashland 它是一艘两栖船屋登陆舰 那这个两栖船屋登陆舰 跟这一艘好人理查号 两栖那个攻击舰 它两条船加起来 它就具备接近一整个 陆战营的投射能力 陆战营 对一个陆战队陆战营 你说它怎么投射 你看它好像看起来 只有这些飞机嘛 对不对 它不止只有这些飞机 你看它这个船 你看以LSD-48 也就是Ashland这艘船来说的话 它底下有一个很长的船屋甲板 那这个船屋甲板里面有什么呢 它里面可以放四艘 美军的气垫登陆艇 那这个LHD-6 就是好人理查号 它底下也有一个那个船屋甲板 里面可以放两艘的那个 就是气垫登陆艇 火力很强 这个气垫登陆艇的优点是什么呢 它可以利用大概每小时 70公里的时速 把像M1战车 然后食人鱼甲车 然后各种陆战队的这个装备 快速的从两栖攻击舰的 就两栖战斗群 直接把它送到陆地上 速度这么快啊 对很快 70公里 对70公里就送上去了 然后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除了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 有这种飞机之外 它你看MV-8B 它可以直接在飞机上 那个进行 就是空中的这个攻击 它甚至还可以打AM120 也就目前我们看到 像刚刚那个镜头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连续让大概8到9架的MV-22 从这个好人理查号的甲板起飞 你一架那个MV-22上面 大概可以带个22个左右的 陆战队队员 所以你看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把将近200人 将近200人送到空中 而且快速的登陆之后 把这200人放下 然后再另外把那个 回来再接另外200人 比翔哥武器速度快 刚刚你看到刚刚那个 在喷烟的 这个就是气垫登陆艇 气垫登陆艇 它这个上去 它可以把车辆上去以后 然后人员就到旁边的舱里面 然后那个车辆就可以从 那个气垫登陆 船后面那个甲板开出来以后 可以快速登陆 所以它是具备一个空中水面 同时进行海陆空 三气攻击的一个战斗群 那当然你说 这一次美国派出来 为什么不派航空母舰呢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隆纳德雷根号航空母舰 就是现在派驻日本 那个横须鹤的这套航空母舰 再进行修理 还没有完成 但是呢 它上面跟它搭配了 第五舰载机连队 驻地是在日本的后幕 神奈川线的后幕 你要从后幕 把它飞到那个本州西部 就广岛附近的 沿国基地的话 其实很快 然后你直接从沿国基地 进行那个空中 那个作战任务的话 距离其实跟航空母舰 在那个日本的西部海面 日本的西部海面 或是甚至那个日本的南部海面 对韩国发动攻击 整个时空距离上来讲 其实没有差别太大 也就是飞机是够的 都可以控制 对 然后就随时可以把那个雷根号 因为我们知道最新的讯息是 史坦尼斯号现在在南中国海 也就是美国 它随时可以把雷根号战机 来投入在韩国这个作战上面 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 两栖战斗群 在整个危机之中 它的角色其实非常特别的 为什么 因为两栖战斗群 它不但第一 可以提供一个攻势的一个陆战队 攻击 对 这次的演习 你就看到美军的陆战队 跟韩国的陆战队 他们的共同操作这些这个装备 像韩国陆战队 也有一些到美军的两栖战斗群上 然后搭乘美军的军机 或是美军的气垫艇 然后进行登陆 或者说他们的 那个韩国的这个AV7 就从美军的这个登陆舰里面开出来 那另外呢 其实除了两边可以协同作战以外 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两栖登陆 那个两栖战斗群 在作战上 或是真正冲突开始发生 或提高的时候 它有一个非常 可以说非常微妙 或是说非常敏感的一个用途 什么 撤侨 救人 对 它其实是可以撤侨的 那意思就是说 朝鲜半岛真的很乱 该把人救出来 当然它现在会不会执行 这个撤侨作战 我们当然不能说一定会 但是就说 但是有这个intention在里面 对 就说你其实以美国在 那个驻首尔的大使馆里面 一定会有把很多相关的 一些韩国 美国在 相通知 对 就比如说 我们看到那时候 美国在西贡进行这个 长风行动的时候 就是美军电台播了一首歌 大家知道 还在那个西贡的这些美桥 就知道提了包包 背着行李 到哪些集合点 去集合 对 所以今天都美国人 其实都做好 所以就是说 如果今天一旦真正有形式需要 武剑撤侨的能力 还没有它这么好 因为它速度快啊 主要是因为来自什么 它的数据 你看这个MV22这12架 它都是可以短距离起飞 垂直降落 对不对 你可以在城市里面 一个小学操场 一个中学操场 就可以下去 然后这地方就占人 对 然后可以载人 很快就载人过来 但航空母舰上 只有几架直升机而已 所以对于这个美军 在任何一个 大的国际危机里面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看到它 它动用两个航空母舰 那个打击群的话 那很明显 它可能是要协助一方 对抗另一方 但是如果你看到 它是来一个 或两个航空母舰 打击群之后 还外带一个两栖打击 那个战斗群的话 那你就要考虑到 它除了在支持你之外 它其实有撤侨的准备了 所以希望朝鲜半岛 能够安静平和 金正恩不要再乱了 换话题 我们来到美国 美国说 这是最危险的游乐设施 听说要做这个游乐设施 还要签死亡契约 如果要我签死亡契约 我是不会签的 明明知道可能会死亡 干嘛还要玩啊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有个大峡谷非常漂亮 因为峡谷好高 它整个峡谷数百公尺 那个峡谷数百公尺 比101还高 结果呢 美国人他们就喜欢 玩这种吃鸡的游戏 怎么玩 它就在上盖了一个死亡鞦韆 鞦韆 就是死亡荡鞦韆 那这个盖在400米的峡谷上面 像画面当中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可怕 这样整个荡的时候呢 双脚悬空 你还可以看到下面整个 比101还高的峡谷 所以它很深就对了 对 所以你看到画面当中的人呢 而且它荡的那个角度 已经算是已经超过了 一般90度平衡 已经上去到100多度 拉起来180左右 对180了 所以它的这个角度非常非常可怕 虽然说人家说呢 你在它上面玩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每个大峡谷的美丽风景 根本不可能 你已经一片闭起来的啊 对 因为这边玩了 人家说它上去之后 你不要说看大峡谷的风景啦 连它爸爸妈妈叫什么都忘记了 因为它太可怕了 哦 这样还超过180度 盪好高哦 对 它盪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时速的可以到了80公里 80公里 对 脚是全空的 那这样在整个盪的过程当中 当然说惊笑连连 对不对 很多人其实说呢 在玩的时候够了够了 一次就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说玩这个 最开心的是旁边在看的人 因为旁边看的人 一直尖叫一直很好笑 对 看到旁边上叫一直尖叫 他觉得我很好玩 包括什么 包括他这个老板呢 贝克力 41岁贝克力 那把问他就说 那你自己有玩过 他说有啊 我玩过 我玩过一次 我玩过一次而已 他说开玩笑这么可怕 玩一次就够了 所以说要玩这么可怕的游戏 当然要先什么 先死亡 先结束 他就要索引 那另外讲到 刚刚讲到说 我在黄河镇有玩过 对不对 那黄河镇其实他是一个 冒险运动的大天堂 今年的清真节呢 当地的一个急救员 也是一个瑜伽老师 克克伦呢 他为了要募散款 他就做了一个活动 他这个活动就是呢 他在高空的热气球上面 做马戏团的高空秋千动作表演 高空的热气球上面做 盪秋千的表演 对 他这个 就是黄河镇这边的高空气球呢 上去之后 他就在整个的摄影机下面 他开始爬爬爬爬下来的 这个高空的盪秋千 他为了这个慈善募款呢 他准备了七年的高空训练 然后呢 他每天练了两个钟头 他就做这种指定动作 而且重要是他没有放安全绳 那在上面 没有救生设备 他没有救生设备 然后就是他整个这样 做完五分钟的表演 高空当秋千动 还帮他倒掉啊 或是做一些动作 当然他原本是说呢 他预计是要最后是用跳伞 因为他身上他是有背降落伞 他预计是要让他跳伞降落 可是呢 因为在失作过程当中 他肋骨有胃移非常疼痛 所以他最后呢 他就没有用跳伞的下来 如果说真的用跳伞下来 那真的是很漂亮 对没有错 而他也打破金字纪录了 他顺利的募到了台币 三万五千块的这个上款 而且他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因为世界纪录 做这种高空的 高空的当秋千的 最高纪录是六百六十一公尺 他一口气到了三千公尺 这需要勇气 因为这需要勇气 没有错 因为外国人喜欢追求这样吃鸡 而这样追求吃鸡的 这种大本营来讲 美国当然是追求吃鸡最多的 因为他们美国非常多的游乐园 那像这个游乐园呢 他二海而中 云三点游乐园 全世界他打破十项继次纪录的 云霄飞车 打破十项纪录 已经有了吗 没有错 第一个他的纪录什么呢 他的纪录就是 他正在盖 他明年要开始 正在盖 对 他最高点到六十八公尺 也就是说呢 我的垂直面到六十八公尺 现在直接冲下来 冲六十八公尺 那这样可以 那非常非常刺激 应该有十几秒吧 十几秒完全都掉下来的 对 时速非常高 因为他时速到达一百二十八公里 那另外呢 他距离也是全世界最长的 他整个让你云霄飞车 这样在坐的这个距离呢 要到一千零四十一米 一公里 要转很久就对了 对 他要转很久 让你在上面整个 金身尖叫到 差不多有非常非常长时间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长云霄飞车 听你这样讲的 觉得好危险 他的旋转 旋转速度是最高的 他整个让你旋转到三次 那么多 三百六十十度转三次 对 而且他的整个就是 最长的下跌距离 就垂直下跌距离到六十五米 那个最猛 那个最刺激 因为真的六十五米很高耶 六十五米他将近二十层楼 因为二十层楼直接在 直直的九十度往下冲 冲二十层楼 我平均大概第七秒就受不了了 对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十几秒那还得了 对 而且他的整个就是倒转了 就是因为人家说 余霄飞车我看到前面还好 最可怕是往后倒转 还有往后转 对 他往后倒转了 还倒转到五十米 所以这个是人家说呢 应该是目前是 极致版的余霄飞车 全世界都说他明年好了之后 应该会创下风潮 可是呢 你知道说 他六十八米很高对不对 其实不是最高的 那奥兰多呢 佛罗里当作奥兰多 再盖一个更高的 这个高度呢 到一百六十七米 这个高度呢 他是跟一个摩天大楼一样 整个旁边的绕一圈的云霄飞车 这样转了 对 也就是说呢 我在一个摩天大楼 一百七十六米的摩天大楼 然后旁边围绕着云霄飞车 那等于说我们在做这个 云霄飞车上到大楼前 还可以饱览奥兰多风光 到最上面的时候 还是用甩的 对 开始往下冲的时候 就是上了大楼旋转 旋转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一个 很新的一个云霄飞车 在奥兰多 也是2017年要公布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 明年其实 如果说你想要玩云霄飞车 到美国去玩这两个 应该只为票价 这两个其实在明年的时候 台湾鞋一定会再跟大家来进行锁定的 我们再来换另外话题 狼牙榜真的是得到了很高的收视率 然后把当中的这个梅长孙 是胡歌演的 其实胡歌这个角色 在整个电视剧当中 他后来其实整个过程是 因为他被奸臣所害 所以导致全军覆没 这是历史的故事 但是事实上 在当时的原从幻 也跟狼牙榜当中的剧情 几乎是如出一策 对不对 是有一些差别 因为狼牙榜里面是被奸臣所害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原从幻 他是被皇帝所害 从真皇帝本身就是一个个性 非常多疑猜忌的人 这老板很难搞 很难搞 他在位17年对不对 换了50个所谓的首府 就现在行政院长 然后兵部上书 国防部长 他换了14个 那这样老板不要鸟他 原从幻是有史以来 大概死得最冤枉的人 我们来看他怎么死 他是后来被判 所谓的凌迟处死 因为他是被当成卖国贼 凌迟处死 就是说把你的肉 一片一片割下来 那种凌迟的处罚 我们现在看起来 没感觉要没什么 但你知道他的内涵 就会吓死 凌迟一般就是要处理三天 三天然后他被判 要割3600刀 意思就是说 他在活着的 对 你到第一刀开始割 要割到第三千六百刀 的时候才准死 如果筷子手 没有精准执行 这样的任务的话 筷子手要被判刑 那意思就是多一刀 少一刀就在补一刀 一定要多那个量就对了 就是要这样子 那你人身上要怎么割呢 一开始他就把他 全身给脱光 然后用鱼网 把他给绑住 那鱼网绑住 不就有那个缝隙吗 对不对 好像我们烤肉那样的东西 鱼网细也很小 他会大一点 古代的时候 鱼网没有那么细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刘刺网 所以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他全身的那个 可以下刀的那种地方 他是这样子死的 太惨了 而且死的时候呢 死无全尸 他的骨头 他的全身上下都被卖掉 割一片肉 大家都抢着买 一片多少钱 就这样拍卖出去 连骨头啊 连内脏啊 都拿来卖 那到后来是尸骨无存 因为肉都被吃光了 骨头都被拿来敲碎了 这只剩下一个头颅 然后这个头颅 皇帝把它保存着 为什么 因为要去示众 告诉人家说 这就是卖国贼的下场 就把它送到这个长城边境里面 他不是抗金名将 怎么后来变卖国贼 这就是崇祯皇帝对他的不信任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不信任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袁崇焕 在西中皇帝的时候 明西中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就当所谓的辽东巡抚 他打赢过这个后金政权两次 努尔哈赤就是被他打败的 因为努尔哈赤那个时候呢 非常的 萧永善战 萧永善战 对 因为他从军25年以来 可是袁崇焕打过他这样 打过他 而且把他打死 哇 厉害 因为那个时候他守这个宁远城 宁远城的时候他是孤城 根本没有人可以帮他 可是他用了两个武器打败他 一个武器叫做万人敌 什么叫万人敌呢 就是把火药撒在那个被褥上面 然后卷成一卷 然后最后投植出去 丁免被的意思 对 这个威力很大 投进这个敌方阵营的时候 你会去想要扑灭 对不对 越扑灭火就越大 这个叫万人敌 因为里面都是火药 对 都是火药 另外一个威力更大的是 他跟国外买的这个宏仪大炮 就是用火炮 然后那个时候的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 他完全没看过这个东西 他不知道火炮的一个威力 然后那个时候呢 很好玩一件事就是 袁崇焕跟他的一个旁边一个通判 姓唐 他就要这个唐通判去点 这个唐通判是很大胆的人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火药的威力 因为这个后座力很强 他就点的时候 一点整个震出去 他死掉了 自己被大炮打死了 被打死 但是那个炮弹打到了 努尔哈赤的阵营里面 刚好就击中努尔哈赤的这个大本营 那大本营就是一片慌乱 然后努尔哈赤因为这样受伤 但这样受伤他就没办法就回去 你知道他们来的时候是高高兴兴来 我要裁编你 回去的时候是哭着回去的 能够击退胡尔 因为我怕这是很厉害 而且还让他死 后来如果他是因为就这样死 因为这样子受伤而死亡 然后接下来他的儿子 黄太季叫报仇 又找了这个袁崇焕来作战 又被袁崇焕给打退 不过这是在明熙中的时候的事情 那到了这个崇祯的时候 因为后来这个魏宗贤就记录他 就把他换下来 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 就启用他 因为这个人不怕死 不贪财 他就曾经打过胜仗 是最好的人选 可是袁崇焕有一个缺点 他讲话讲得很满 所以他就跟 臭屁 有点这样 他就跟崇祯皇帝讲说 五年我就可以光复辽东 五年复辽 这不可能嘛 所有人去评估 那有一派的这个大臣就说 哇你好厉害 你很赞 你很棒 可是有些人就很担心 就说你在讲大话 就把他找来说 那你有具体的构想吗 袁崇焕就回答说 这个叫做聊未上意 讲白点就是我唬烂皇帝的 我只让他觉得安慰而已 他根本没到 对 可是这个关心他的人就说 皇帝不是你可以呼弄的 你定了五年 他就会照这个五年来看你 到时候你没有达标的时候 你就会全家有难 后来因为如此 皇帝就越来越不喜欢他 他就修正了他的说法 因为那时候开预前会议 他就赶快跟皇帝讲说 五年要复聊的话 要有一些配套措施 哪一些 你要给我武器 你要给我足够的粮食 你要给我什么足够的人事 甚至你要让我便宜形式去做 他就讲了一堆 要不然真的到后来会很难看 他觉得我是大将啊 我跟皇帝要一些资源 我能够帮他光复尸土 没有错啊 对 没错 是这样 崇祯也信任他 但是五年复聊 这个五年复聊计划 对不对 只执行三年不到 袁崇焕就死了 根本就没有达到他这个计划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到了辽东以后 做了一些事情 第一个 他把辽东的一个总兵 叫做毛文龙 他把毛文龙杀了 毛文龙有一把上方保健 是明熙中给他的 给上方保健的大官 代表皇帝很爱啊 很爱啊 因为他那个时候打胜仗 毛文龙打胜仗 毛文龙有一个牵制 清军的一个作用 虽然他没有办法消灭清军 但是他有他的一个作用在 但袁崇焕就认为说 这个人呢 不会听我指挥 在我的指挥体系 他是体系外的 他像是一个枭雄一样 他自己有一个皮岛 然后有一个经济贸易 有个怎么样 像是一个霸王一样的人物 所以要铲除他 所以他就拿着崇祯给他的 上方保健 展了他拥有明熙中的 上方保健的毛文龙 他这么敢啊 他敢啊 但是事实上上方保健 不是我们所想的什么 上打混军下打 下展奸臣那种的 他顶多可以处理低阶官员 像这种高阶官员 你还是要经过审判的 所以其实崇祯皇帝 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 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 这叫什么 这叫侵犯皇权 所以他有三件事情是侵犯皇权的 这是第一件 散杀毛文龙 第二件呢 就是这个 黄太极后来跟蒙古串联 末南蒙古串联 然后就要打到北京城下 那这个时间呢 应该照理讲 袁崇焕应该要 在某一个地方就阻止他了 而不是让他兵入北京 阻止外汉进来 对啊 他只是跟踪而已 跟着他一路进来 因为袁崇焕那个想法就是说 我只有九千个寄兵 然后我要对抗你十几万的大军呢 我就让你疲惫 然后到这里我就来做一个北京保卫战 全面去打赢你 那你这个想法 黄帝怎么会知道啊 黄帝想到的是 崇崇皇帝想到的是 你带着大军进来 你想干嘛 你是不是想夺权 所以整个北京城市震动的 甚至有人在哭泣 他没有办法 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到这种情况 那黄帝的这种保卫皇权的概念就产生了 因为老板也难搞 这个也不听话 对 双方都不了解不沟通的 对 所以你知道吗 后来这个北京保卫战是怎么打 皇帝他就跟皇帝讲说 我要进城 我需要一些休息 我要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一些资源 皇帝说不可以 你们只能在外面 打死了就算了 你们只能在外面 不可以进来 那就是他很担心 这是袁崇焕 他没有考虑到很清楚的部分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军事家 但他绝对没有往政治这一方面去想 去想说皇帝到底在想些什么 然后这样就让那个黄太极有机会 用了反监计 怎么做 他就是把一个太监俘虏来了以后 就演一场戏 演一场戏就说 这个我们跟你的这个 这个袁崇焕 早就有约定了 所以我们就 把他扯下水就对了 就这样 他密谋造反 对 然后这样的一个讯息就透过演戏的方式 那黄太极这个想法是从三国演义来的 他就看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然后就这样子出去 出去以后果然重生就中计 那中计了以后 他能不能当下发作 不行 因为他需要袁崇焕 帮他打这场仗 然后这个黄太极就撤退了 黄太极撤退以后 开始这个袁崇焕就要倒霉了 虽然他打赢了 可是他埋下了一个不信任的这个背景 从散沙毛文龙开始 到你跟黄太极密谋 到最后北京保卫战竟然是这种状况的时候 就开始审判他 审讯他 审讯他以后 最后认为他是有罪的 他是卖国贼 所有那个时候的人都这样认为 从明朝灭亡以后 那个小 这个叫做什么 后来的这些 他的那个南明的政权 也没有去为他平反 全部人都还是认为说 袁崇焕就是卖国贼 一直到什么时候 袁崇焕在平反 到清朝的时候 到乾隆皇帝的时候 过了这么久啊 这么久 对 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就在想说 我的祖先 黄太极曾经使了一招反奸计 就破坏了这个 袁崇焕跟崇禅之间的一个信任的关系 后代子曾讲出来的 他是在得意 就这样写 那后来清人修的这个名史里面 就给了这个袁崇焕比较公正的一个评价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没错 但是因为他散杀了毛文龙 然后这个崇禅皇帝误杀了这个 袁崇焕 是 导致于明朝就开始走向灭亡这条路 201年的3月4号 苏27型的战斗机 设计师不幸过世 历史上的今天 2011年3月4日 原苏霍仪设计局首席设计师 西蒙诺夫逝世 西蒙诺夫中学毕业以后 报考著名的航空学校 遭到家人拒绝 于是西蒙诺夫被迫选择了 辛切尔卡斯克工学院 后来在1953年 辗转来到了乌拉尔的 喀山航空学院 他联合喀山航空学院的同学 创建了大学生滑翔机设计局 设计建造出世界水准的 全金属结构滑翔机 引起高度注意 1959年 苏共中央决定在设计局的基础上 成立国家滑翔机设计局 1970年 接受苏霍仪的领导 并进入全苏文明的 苏霍仪设计局工作 他就主持了苏24战斗轰炸机的 研制工作 苏霍仪设计局当时 正在收集美军F-15的资料 希望能够研发出 与之抗衡的新一代战机 苏霍仪找到了西蒙诺夫 1975年9月15日 西蒙诺夫担任苏霍仪设计局 总设计师 主持新型战斗机的设计 研究 制造工作 于是全新的苏27战斗机 终于在1982年11月出场问世 并成为共产集团国家王牌战机 其优异的性能 至今仍为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